很多男生朋友都是 男生不敢跟自己的媽媽 牽手一起逛街的那種 但是我看到我老公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馬上帶我去老家 然後我還看到他 他跟媽媽 就是他把媽媽走路 怕他危險 過馬路的時候 我很驚訝 像我有個哥哥 他也不會牽手 不會這樣的行為 也不會說媽媽好久不久 可是如果有車子機會 要送到媽媽了 他會把他拉過來吧 也不知道 所以妳當時看到 妳老公回老家 然後抱他媽媽的時候 那個是加分的嗎 我一開始其實很嚇到 他是不是媽寶 台灣男生的優點跟缺點 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偏偏有一些外國人 特別要跟台灣的男生結婚呢 普遍的人都說 台灣的男生很溫柔 很貼心 然後不會大男人屬意 然後散減人意 對 這類的吧 很常聽到是說 不太會凶人 很愛道歉 對 像你就是勇於認錯 對 有一位 你這是台灣男人代表啊 就是 你就是一個溫柔的人嗎 我其實不喜歡衝突啊 所以我都會想先溝通 可是我老婆就很暴走的那種 你老婆是台灣人嗎 水瓶座 台灣人 他就是 第二句 你講什麼 我真的講 就譬如說 而且 你講的關鍵是 你有去質疑他對錯這件事 就他可能從小 對於他爸媽去講 對 去否定他成績或什麼 他就很敏感 所以你的講法就 譬如說你說 你怎麼沒有收那個啊 我的 沒有收 那個 所以講法是 所以他 媽媽啊 媽媽啊 那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如果 如果妳需要幫忙 妳跟我講 我來收 哇 吵架 我來收 這樣他就沒事了 你每天溝通要繞很遠的路耶 你回去要很遠耶 不... 一定得繞 因為之前不繞就每天吵架 我覺得你在家真的講很多話 你看你都掃瞎了 對 我是 剛演完三場音樂劇 所以有點 倒傻 所以他 所以我跟他溝通 就會變成說 我學會很多方式 所以我出來 不管電視圈拍戲 遇到任何情緒化的人啊 我都會把我老婆的照片 拿出來看一下 再辛苦都度過了 這些還好 來 一起來溝通吧 度身族的概念 好厲害喔 他就是標準的 台灣好男生的代表 對 對 他是好男生 好男生的 像丁寧姐 妳就是嫁給外國人 是 是妳沒有遇到 好的台灣男生嗎 不曉得 好像經驗都不是很好耶 有遇過比氣差的嗎 我覺得 我就是 我覺得我很 我也很喜歡 溫柔型的男生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像我記得印象中 最深刻就是有一次 我跟一個 也是溫柔型的男生 然後他邀請我去他家 這是大事吧 對不對 就那時候 我第一次到人家家裡面 去做客 然後我也很開心 就精心打扮了一下 然後我也都盡量的覺得 我有做到該禮貌做的事 因為爸爸媽媽都在 然後那天他們就吃飯 然後我們就吃飯 然後 我不曉得是不是 我從小 算是吃得不錯 然後我看到那個湯 其實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像我爸爸 我們家裡面 如果有客人來 一定是大魚大肉對不對 我們再怎麼家裡沒有錢 是什麼東西都要端 特別好那一天 客人來一定要這樣 我那天看到這個湯 其實我有嚇一跳 就是那個湯就是一些鹹菜 然後雞骨頭 有雞脖子跟雞頭 然後你沒有雞肉 就是我沒有看到肉喔 都是骨頭 對 然後因為 我說實在話 我不太常看到雞的脖子跟頭 真的很少 然後我心裡想說 沒有關係 我頂多不要喝湯嘛 一直吃菜一直吃菜 然後他媽媽就從用那湯 用那個勺子這邊 搖出那個 我忘記是雞脖子 還是雞頭就放到我 什麼形狀 什麼形狀 一根的 就是它好像是連栽 就怎麼會放 因為我雞光還在對不對 對 我嚇傻了 我嚇傻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雞頭 她就說 我看到我 我真的沒有辦法夾 我就說 我不會吃 她說 不會夾 就是 然後就 拿走 就是 我那時候就被嚇到 然後我就發現 然後我就看我男朋友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應該要什麼 也沒有關係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所以他說他們家族 就是看這個女生 敢不敢吃雞頭來當整個測試 不曉得 評判的標準 對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想說 好 因為如果 如果我的男朋友都沒有辦法 他當下咬下那雞頭 全場就這樣 可以 可以 就可以 可以 記五十萬 你看下這樣子 可以取啊 應該是先咬 雞棍吧 對啊 你怎麼在研究雞頭怎麼吃 不是這麼吃 嚇傻 你嚇傻 對啊 所以我之後 其實我就沒有跟這個男生 再雞往前走 因為如果說 因為我覺得說 就為了雞頭的事 可是你就想說 如果OK 我就會我跟他拗個三年吧 如果以後我們 就算我們結婚 我怎麼過他爸爸媽媽媽這一關 我過這個雞頭 我都是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耶 很重要 一個反應 因為你看男生怎麼處理這種事情 是啊 因為你一生小孩之後 然後婆婆一句話 然後兩個吵起來 她旁邊 都不講話的話 對 就一定會離婚的 大掉了 身邊這種狀況全都離婚 然後其實我跟我先生的 個性非常不一樣 我美國的婆婆 她現在去當神仙了 她有很重的憂鬱症 可是她也 她憂鬱症不犯的時候 都對我非常好 然後有一次就是 因為她憂鬱症犯了 然後那次我們回美國去 然後剛好我的小孩就在 因為我們是農場 就有很多雞 很多那個小雞小鴨出生 我婆婆非常愛這些小動物 就把它放到那個 我們房子裡面來 因為外面非常冷 然後我女兒就很小 那時候我女兒才一歲多 然後她就會站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玩小雞 然後那個 我婆婆就非常生氣 就罵我女兒 剛開始有時候我還忍住 我想說還是要 假裝聽不懂好了 還是要笑一笑的 然後最後我婆婆講一句話說 妳這個該死的小孩 我 講這麼重 對 就這樣說我的女兒 這句話重了 那不是她的孫女嗎 對 可是她那時候心情不好 對 因為她有憂鬱症 我可以理解她有憂鬱症 可是她的確也 太重了 對 太重 然後我忍不住 我就抱著小孩 我就回到我房間去了 然後我先生的妹妹趕快跑去 就是跟我先生講 我先生就立刻先到我房間 問我到底怎麼樣 我就說妳不要去跟媽媽說什麼 我說因為她是生病的人 我不希望妳這樣 結果就回來一次 然後妳們兩個搞得不好看 離開這樣 我說拜託妳不要去 跟媽媽講什麼 我先生就說 我不會去跟她吵架 我只想問問看她說了什麼 然後之後我先生就走出去了 然後走出去 大概半個小時回來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 我也怕他們吵架 對不對 然後我先生就說 沒有 我只是跟我媽媽講說 媽 我很愛妳 但是我也很愛我的妻子 跟我的女兒 所以以後請妳不要再這樣說話了 很好的處理方式 對 我覺得她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奠定了一個非常大的原則 就是我不管再怎麼跟她吵架 因為我很會跟她吵架 我就是一個脾氣不好的人 但是我只要想到她這一點 我就覺得好了 都可以忍耐了 OK 那今天有四位 嫁給台灣男子的 不同國籍的女生 是 我們來聽聽看 妳們覺得台灣老公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沒錯 歡迎艾子 你好 廖伯爺還有鄭莎莎 大家手上的都有各自覺得 台灣的老公的優點跟缺點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艾古長 嗨 好 大家好 好 台灣男生的優點 跟家人關係很好 對 是說跟他自己的家人嗎 剛開始跟老公見面 然後交往的時候 嚇到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跟自己的父母 非常好 這是很驚訝的事情 因為通常在日本的話呢 日本男生真的很少 跟自己父母聯絡 妳說結了婚以後嗎 上次也是有一位 日本人的朋友這樣 上次結了婚就沒有 跟家人聯絡 或兩年進一次面就OK了 就很多了 不是說結婚之後 就是比如說我們高中 大學的時候 交往男朋友嘛 那時候男朋友 不會介紹給女朋友 自己的父母 不帶回家的 對 像我的前男友 在日本的時候的 他也是 他爸爸媽媽我從來沒看過 你們在一起多久 三年多 三年沒看過 所以你沒有這個習慣是不是 如果說帶你去我老家的 這種男生的話就 我們要結婚了 很平常怎麼辦的那種感覺 除了就是真的很少數的男生 會還是有跟父母很好的 可是我的旁邊 很多男生朋友都是 就是從小就開始了 可能國小國中就開始 男生不敢跟自己的媽媽 牽手一起逛街的那種 但是我看到我老公 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馬上帶我去老家 然後我還看到他 他跟媽媽 就是他把我媽媽走路 怕他危險 過馬路的時候 我還驚訝 這次在日本沒看到 這麼好驚訝 難道要推他出去嗎 不可能啊 不是 日本男生 真的不會做這種事情 日本男生不會碰媽媽是不是 可能就是像我有 牽手 像我有個哥哥嘛 他也不會 就是不會牽手 不會這樣的行為 也不會說媽媽好久不久 可是如果有車子 機會要送到媽媽了 他會把他拉過來吧 也不知道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怎麼可能 我們真的是很多男生 可能 但是原因是什麼啊 是大男人嗎 沒有這個習慣 跟自己爸爸媽媽沒有那麼熱情 沒有那麼親密 沒有那麼親密 所以你可能是在 女兒也會跟媽媽聊心事嗎 還是會啦 但是像在日本的話 跟自己父母還是要有一些 距離感的那種 所以你當時看到你老公回老家 然後抱他媽媽的時候 那個是加分的嗎 我一開始其實很嚇到 他是不是媽寶 可是後來媽媽發現 他真的 真的是關心他的父母 今天有沒有吃吧 有沒有回家 我有朋友跟日本男生結婚 他們一直會講說 那差別就是說 他們在家裡就是 對 然後小孩生出來 完全不照顧 譬如說你已經在擠奶 忙得半死了 小朋友 TP診誰想要 TP診他會哭得更慘 所以妳好不一定要趕快換對不對 可是他已經擠奶擠得很忙 之後請老公幫忙一下 是絕對男生 不會碰這種誤會的東西的 真的嗎 對 我有聽說過 但是我爸爸媽媽那個年代的男生 真的是這樣 然後家事就是 譬如說有家裡有朋友來 然後朋友不小心把東西打翻了 不小心撲到自己老公了 然後我那朋友跟我說 他覺得他很像空服員 那空服員不小心打翻到人家身上 然後那個反應這樣 然後也不會幫忙手擦一下 你說是他老婆喔 對 他是他老婆喔 我的天啊 然後他女生就在那裡跪著擦 就像 他覺得他像空服員那個 得罪那個商務艙的客人 對 然後在那裡擦擦擦 抱歉 然後他覺得 那老公從頭到尾這樣 一直遮 天啊 好討厭 可是當然不是說 所有日本男生都這樣 可是我那朋友說 他說跟日本男生就會覺得說 好像家事或這些帶小孩 分的很輕鬆 分工一點點 他們都不會幫忙 真的嗎 日本人是不是這樣嗎 現在的 現在的日本年輕人 年輕人好像越來越改善了一點 但是家裡的事情 幾乎都是女生在做 那妳跟台灣男生結婚之後 妳們有一起就是分配了嗎 對啊 那我覺得我老公做得很好 可能要下一個優點 好 是什麼呢 好了 關心小孩這一點 就是剛剛說到了 現在像我老公會接送我小孩 因為在日本通常不會這樣子 我小時候也是 爸爸不會管小孩的功課 小孩要去哪一個 學校都不管 只會去上班 只會每天去上班 賺錢回來給你們這種感覺 可是台灣男生比較會 就是關心自己小孩 像因為我是外國人的關係 現在小朋友的功課 都是他來 老公的來 對... 還有每天就是下課的時候 去接小孩 也是我老公的工作 然後他現在很煩惱說 怎麼辦 快要國中了 要找就是比較好的學校 不然以後長大之後 就是不想要讓他們有多的煩惱 所以就是現在在找哪一個 比較好之類的 我覺得是 我是覺得他開心就好了 就是 開心就好 對...健康長大就好了 因為妳本來打算 也跟他沒有關係的嘛 妳的想法 不是啊 不是 不是 上國中他要退居幕後 對啊... 一二一下去已經退居幕後了 應該是說 日本的國小生 完全不會想到說 就是要讀好的國中之類的 國中開始想要去好的高中大學 可是國小生根本不會 就是跑跑玩玩就好了 可是 對 這一點我覺得 他比我 為了小孩想 更多的事情 所以老公工作是正常的 正常 有工作 對 OK 所以缺點是 好 來囉 缺點 會打人 缺點 太嚴重了 那請問這一點有什麼好想 說我口氣差 這個很嚴重耶 很舒服啊 而且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男生都會耶 大部分都會 真的嗎 哪一種 我想聽我 我跟妳說真的 台灣男生 我被這個嚇到過 還會還曾經哭過 後來發現 其實都只是口頭禪 什麼什麼 什麼類型的話 就是 髒話啊 就是動不動就 動不動就 動不動就 然後我以前的 成長的環境都沒有這些 就是大家不會這樣講話 也不會這樣表達 如果真的生氣 他可能說 然後這樣 我就想說 他現在在對我發脾氣嗎 可是他在對空氣吧 沒有 他是對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兩個有討論 然後對這件事情他不開心 但他還沒有要溝通 他就先蹦一個髒話出來 我就覺得他在罵我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 我就會很受傷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原來我這麼 讓他這麼不開心了 可是我到後來就發現 放鬆 輕鬆 他只是在發脾氣 可是妳所謂的口氣差 是這種嗎 對妳嗎 就是妳們剛剛講的那些髒話 就是我老公的口肚場 什麼都留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鈴